难顶啊,破败王前面被千诀入野 还被千诀压刀 千诀这个英雄前面能压刀的话 其实有点变态了 这个英雄主要就是 唯一的弱点就是前期刷野太慢 千诀 前面刷野是真的慢 但这波他把三郎和蛤蟆一打 这千诀起飞了 打三郎和蛤蟆还是挺快的 DX的阵容好得不行啊 这阵容打起团来 如果没打过 那是绝对是有两个人在犯罪的 只有一个人在犯罪 我感觉DX这个阵容是输不了的 鳄鱼这把是铁玩具 九筒加布隆加加料 然后两个大C位 这两个自命节奏的 千诀加维鲁斯 两个大C 说实话 这个泰坦和鳄鱼都是玩具 好夸张 这要是DRX夺冠 太 不敢想像不敢想像 在这手足轴的下势 面具在合成终结 我又在合成终结 我可以把他打破了 我反而是一個平治 又解 死了吧 最後 我一直卡最大局 不A最後一下了 我想卡到平A這個眼最後一下 不A了他 好強啊 卡的傷害好高啊 攀子還是要被擔殺 看他樣子就是不要被擔殺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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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蝦蝦 1波吧 別管了 開始 看你踩頭快好了 嗯 嗯